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聽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支持本人陶傑Patreon和鮑偉聰 亦非常感謝各位加入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員的風雲會 現在香港和中國 肯定在整個國際形勢裡互相捆綁 一億無可避免 對於西方來說 趨向孤立 為什麼呢?因為香港和大陸一樣 都是令到整個西方覺得好像沒有什麼信用 既要這樣又要這樣 說一套做一套禮 特區政府口口聲聲 說歡迎外資 和香港的新聞論自由受保障 和力氣聲勢 如果美國政府的資源 就能夠強烈譴責美國國會行章通過 極有可能關閉香港特區政府 駐美國幾間經貿辦事處 既然你這麼著緊美國的關係 就不是說這些什麼老窩、柬埔寨 我想特區政府的高官的心 知道美國的錢 就應該多於老窩、柬埔寨 很多很多 既然這樣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例如美聯社記者 美聯社 美國的 一個法國籍的記者 2023年7月28日 他有本事 在香港赤柱監獄外面 拍攝到黎智英 在兩名警衛緊根之下 每天五十分鐘的放風 因為他拍到這張照片出來 在新聞學上 絕對是厲害的 因為是獨家 攝影記者的天職 是拍獨家照片 因為美聯社的法籍攝影記者 本來持有的工作簽證 在今年上半年到期 他就申請工作簽證續期 遭到拒絕 就回到他的祖家 假設是美國 然後這個記者上星期 他仍然非常專業和敬業 對攝影記者 天職就像前南華早報 陳喬叔一樣 非常狂熱 就持旅遊簽證入境 誰知道在香港機場 遭到文化之後 被特區拒絕入境 並且遣返回去 他本來的法國 這個問題就要問一問 特區政府 這個美聯社的法國攝影記者 他只能拍到黎智英這張照片 放風的照片 他有沒有犯法 有沒有觸犯香港的法律 他有沒有爬牆 偷進去赤柱監獄 拍照 如果有的話 一定會觸犯 這個懲教署 私自進入政府監獄範圍的地帶 這個應該拉他去告 他擺明是用長火 就是赤柱監獄外面的一些制高點 不知道是爬樹 一定是在對面的商場 一定是在高樓的窗口 拍到 他拍到是他本事 是不是 而且他拍到這張照片 沒什麼 是黎智英 是循例出來放風的 每天一次 這張照片 你拍到警衛兩個 也是打開閘門 給黎智英出來 對黎智英壯甚恭敬 沒有說他走出來一路拳打腳踢 就讓你美聯社拍到 是的 你也是美聯社攝影記者的功勞 是不是 當然 那這張照片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為什麼你不讓他回來 你說不讓他回來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他不會說 那些機場入境書 我們奉命 又或者用共產黨那句標準台詞 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自己心裡明白 這是美聯社記者 這個就不是香港那些記者 就聲稱三十幾次 遭到親中的疑似親中的戰狼 恐嚇人身安全 就是說你現在外國記者會裡面的會員 一個美聯社的記者 他是履行職責 而特區政府口口聲聲 說新聞和言論自由是受到保障 是不會受到港版國安法和二十三條影響 那現在要問一句 美聯社記者這張照片 有沒有違反香港的國安法和二十三條 是不是說令人看了這張照片 是對於懲教署這兩個警衛 後面代表的香港特區政府引起憎恨 我看完之後沒有 我覺得這兩個懲教署這兩個獄警 是非常之斯文 那既然是這樣 這個美聯社記者犯了什麼法 為什麼他不可以回來 履行職責的工作簽證不獲批 這個呢 你現在這樣做一件事 你就不需要再派那些什麼陳茂波 去英國美國遊說 你就省回那兩張國泰機票的頭盾倉了 陶先生 陶先生 如果那位美聯社記者是犯法的 他入境突然拘捕了 現在問題就是 反正他沒有犯法 但是沒有犯法 今時今日 不代表在香港 你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且是法律容許的事情 而更加是不代表你是擁有 一種出入的自由 那整張照片 無論在構圖或者是任何的角度 我覺得都很正常 但是正正是太正常 你看一下黎智英先生的樣子 雖然是略潮水 但是都腰骨挺直 走上來都一個男子漢的樣子 至於其他兩個懲教員 我可以大膽一點說 其實那兩個人的posture 我純粹從人物的動作來說 雖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一對比 其實記者為什麼選這張照片 他當然不是拍了一張 如果大家知道新聞記者拍了這些照片 是 一下子已經按了幾十張 那他為什麼選這張呢 一定有理由 其實我就會覺得 其實這張照片 那兩個懲教署的職員 是在鞏慧黎智英 而黎智英的形態和那兩個是有不同的 我不想說有什麼不同 大家自己看一張圖片 究竟這兩者有什麼不同 甚至光暗也有不同 其實所有的攝影或者照片 圖片是會講故事的 圖片是由訊息提出來的 所以當然出來的後果就是 看了的人心裡的潛移默化或者潛意識 會有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會引起有些人不高興 這種不高興 他又不能夠抓記者來拘捕 來打 因為他又怕得盡美帝 唯有用一些我叫做真是下三男 或者叫做彈弓手 再加上那些叫做後仔男行為 就是這樣禁止入境 其實用回中國人社會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說 好像 雖然不是恰當 因為那個後弟那 就沒有辦法去打那個大婆的兒子 但是用方法就撕他 或者借一些以剪頭髮的時候 就剪身他 類似這樣的叫做 古惑仔行為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特區政府就永遠做一些事情 我們都說過 左右搏擊 明明你說的是 希望維持這個國際城市 再加上開放給更加多的旅客 甚至是投資者來到 但是一件這樣的事 就會又會令到整個西方社會 所以歐美覺得香港特區政府 根本就不歡迎他們過來 因為他們永遠覺得 經濟就是經濟 政治就是政治 可以你們來到做生意 賺錢 甚至我賺你的錢 你們不要說政治就行了 不要做一些剛才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不知道西方的社會裡面 這些是叫做一套東西 就算來生意做錢 新聞自由 人身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些全部都是成舊東西 是不能分開的 但是中國人社會 包括香港特區政府 他就覺得可以分開的 總之記者不要來 投資者來就可以了 他們就是這樣的心態 學生可以來 那些某些NGO的人 又不可以來 永遠是想這些速數 陶先生 首先美聯社記者這張照片 我不覺得有任何政治行為的味道 因為拘捕了黎智英 這是不是事實 是不是 黎智英正在候審 是不是一個事實 現在特區政府的高官 口口聲聲說 任何批評特區政府 無論是批評得多尖銳 只要基於事實 都沒事 特區政府認為都沒有問題 何況這張照片 是不是批評呢 這張照片 一張照片 就是勝過千言萬語 而雷菲這張照片 你說它是寫出來的 在電腦的時候 寫出來 是吧 用了第二個強姦犯 或者什麼殺人犯 寫著黎智英的頭上去 但是這張照片 正正是 當一天 這兩個肉質 是押送黎智英出來 是黎智英賣步 走出來的那個片刻 那半秒鐘的事實 是一個確實來的 然後美聯社就發出這張照片 美聯社本身也沒有發出任何的文字報道 或者接著有一篇社論來抨擊 說黎智英很慘 在獄中受到虐待 他沒有這麼說 是不是 那這張照片 美聯社的記者 這個法國記者履行他的職務 我就再想問一句 他違反《港版國安法》和《23條》是哪一條 還是這張照片本身 你覺得他發表出來就是軟對抗 所謂的 軟對抗在哪裏 你又覺得 你剛才說 那個感覺 我看的感覺 我覺得那兩個肉質 和香港懲教署的肉質很文明 一個 就拿著鐵門 另一個站在後面 就放黎智英慣低 我放大張照片看 我現在放大了 你看到黎智英先生 他沒有頹頭喪氣 他沒有那種很卑微 很骨肉的態度 昂首闊步 正正常常行路 其實正正如果我倒轉說 這張照片如果拍到黎智英 剛才我所說 頹頭喪氣 死狗那樣 沒事 聯絡社記者可以自出自入 在香港 但是現在拍得太正常 不是 拿著一本書 沒有書 是嗎 這是你的感覺 我個人感覺 我看了 我覺得整個懲教署 鎖署監獄對黎智英很好 因為容許他手上拿著一本書 是嗎 半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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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這張照片 我覺得這張照片對於特區政府 對外宣傳說好 香港特區政府懲教署的故事 大有幫助 是嗎 因為後面沒有拿著槍 是嗎 兩個肉櫥是赤手空拳 你說腰上有支 或背著一支AK47 後面那支握著刀 就說兇神惡殺 還有 兩個肉櫥是unarmed 即是沒有武裝 重點不在unarmed 你看一下黎生後面那個 走起來 我不要說他歪歪斜斜 但是腰也不直 胸也不停 甚至 還受弱過黎生 這種posture 是有信息的 這種信息是比較的 好像他在 我叫做 在圈掩前面黎智英 那種昂首的圖姿 高大 是 左邊那位 我先說 左邊那位 身形比較胖 但是我覺得 雖然不夠 雖然高大 但是不夠 那種 即是不夠殺氣 肥仔了一點 鎮不住牆 你覺得 拿著對港機 有些膀胸 我覺得 好像魚狼大敵 那樣 但是黎生氣靜神閒 所以 你看到這個甲角 90度 這樣夾著黎生 是有些 over 這種over 就是 好像覺得他是重犯 重犯 這是事實 重犯 是事實 但是不喜歡你這樣 令到這件事 為什麼不喜歡 這是你的感覺 你的感覺 你的感覺 就是講感覺 我個人感覺 你可以不同意 我們今天講符號學 由法裔的美學家和哲學家羅蘭巴特的角度 講一張圖片的符號學 如果各位讀過美國左翼女學者蘇珊宋塔 那篇論文叫做on photography 和論攝影 就知道我們講什麼 我們今天講回學術一點點 好嗎 李鋒圖 你看到 你就覺得 後面那個肉質 是彎著腰 是不是 是不是 前面那個肥仔 旁邊那個肥仔 不夠氣 所以你看到 好像 你聯想到 就好像 黎智英 是一個 落在 這個 這個 羅馬兵 正在 手上 呼嚕山 的耶穌基督 而兩個 肉質 就好像 押送他的羅馬兵 是不是這樣說 即是在沿途 你看到 我又不敢 將他 比喻 耶穌 但是起碼都像 保羅 是吧 不像耶穌 不像耶穌 保羅的遭遇 保羅也是斬頭的 是吧 彼得也是 是吧 在這個 梵蒂江 倒轉釘十字架 即是你覺得 你覺得 黎智英 是一個 步向殉道 和含哨 走向上帝 的一個聖徒 是不是 我 我沒有去到這麼深 總之我的感覺就是 他很淡定 他很淡定 他氣定神閒 昂首闊 相對地其他人 我覺得 就有些 不可以說是 亡聯 當然 這個是法治記者 選擇 那一刻 可能之後那一刻 不是這樣 之後那一刻 黎先生可能摑摑低頭 本書 就不知道 入了在格拉底 然後那兩個 就很帥 都可以的 但是我都說 最壞 聽完我講 最壞是法治記者 他 那十幾十張 他偏偏選這張 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你的解讀 因為中國有一個現代的美學家 叫做朱光潛 朱光潛有一篇文章很出名 叫做 對一棵古蟲的三種態度 他說見到一棵蟲樹 如果你是一個植物學家 他看蟲樹 就會看蟲樹的結構有沒有生蟲 如果他是一個美術家 是一個畫家 他看這棵蟲樹 那些枝和幹 那個彎曲和那種美態 但是如果是一個木匠 他看這棵蟲樹 他會看那些木是否漂亮 如果那些木斬了下來 是可以做家師 我賺到多少錢 朱光潛那個叫做 對一棵古蟲的三種態度 就是三種職業的人 在一棵蟲樹有三個不同的角度和感受 我一樣 你剛才說 覺得黎智英走出來的身體語言 是昂首挺胸 是一個聖徒 簡直是有聖光 或者你也可以說 他的構圖 他的右下角 是有很多鐵絲網 這些鐵絲網是帶刺 你也可以說 令人聯想到 香港的監獄 那些鐵絲網 我想起鐵絲網 我用你的角度 就是叫擁泥派 那個角度 看到鐵絲網 帶刺靈會令人 想起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拜那個經濟的官 知道嗎 羅馬兵要羞辱他 用那些經濟 來圈成一個皇官 你說你是猶太人的皇 帶下去 然後弄到耶穌額頭 全部損失了 這些就是符號殼 對吧 你說一個叫狂熱支持黎智英的人士 或者海外 深黃 看到這張照片熱淚盈康 對吧 大聲叫哈里洛華都可以 對吧 但是 另一個職業 或者 不是那麼狂熱理性 我就看到 不是 程教處的玉卒 對黎智英 是禮如有加 粉碎了外面的 就說黎智英 入到赤柱被人打到鈾電 一會兒被人虐待 慘過土耳其五夜快車 還有他有一本書看 對吧 還有你說後面 那個玉卒 你剛才說 你這樣說 我不如這樣說 你說不如他還沒死 是啊 他還生存 是啊 你還不感恩 你還不贊重他們 這就是親中那一面 這就是小紅書和夏寶龍的角度 對 夏寶龍和香港的中聯辦 你看到這張照片拍得好 是粉碎了外面的傳言 說黎智英在獄中受虐待 一會兒糖尿病 一會兒又說 這個快要死 大吉利士 就這樣說 三種態度 是吧 指後面那個玉卒 為什麼 是吧 那條腰彎彎的 我覺得那個玉卒是香港人 其實他內心 都不乏對黎智英的敬意 又或者左手邊那個肥佬 為什麼是維持鐵閘這麼斯文 沒有殺氣 或者這個玉卒看了20年《蘋果日報》呢 那他聽到他害怕 我知道嗎 大哥你現在看《風雲谷》不用怕 兩位阿sir不用怕 我說你看看《蘋果日報》的娛樂版 還有《文財政》 還有《財經版》 還有《文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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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兩位阿sir 那個立場很堅定 你一定不會看《文財政》 是吧 這張照片有什麼問題 剛剛講好 是可以顯示到 香港赤柱監獄的人道 以及可以拿著這張照片 去駁斥 所有西方來講 是对于黎智英任何受虐待的谣言 既然如此,那个摄影师本身的角色完全是中立和专业 拍了一张照片,为什么你不订阅他的纪录? 为什么他回来,你不让他入境? 你要讲个理由,是不是? 你不讲个理由,现在美国国会就是盯着你 美国政府就是用个放大镜是盯着你中国香港特区 美国国会现在口口声声说你香港没有自由,没有法治 没有新闻言论自由,他们在做你世界 有30条现在立法草案准备在总统选举之前通过 其中有很多条是拿到你香港 你明知风头火势,你现在赶美联社记者走就把鬼 你是不是自己捉蟲啊,是不是? 你讲个理由出来 他当然不会讲 你讲个理由出来,是不是? 亲中爱国那里看了这张照片 中方的阿爷都会问,那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 这张照片拍得好啊,李治英没有受到虐待啊 不过就是这两个预警啊,就好像这个腰板停得不够直啊 好像腰板停得不够直啊,知道吗? 后面那个,这样是有些问题的,老老实实啊,是吧? 就好像李连英护送着慈禧太后,出这个昆宁宫一样 那也是有点问题,但是我看整体来说,有个符号学 还有那个构图的报告没有东西啊,我放大 其实同有,同有略 我看看李治英对脚,是吧? 那对手臂就瘦了一点点 那也不预期他会胖啦 大哥,你里面那三餐都知道吃什么啦,是吧? 还有拿着一本书,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他在育中仍然是有一种涉而不捨的阅读精神 那现在特区政府教育局不是常常说叫学生看多些书 打小些机的,是吧? 那他现在拿着这本书出来,就是以生作则啦 香港的小中学生看下去,都觉得连黎智英都读书 我们如果不代弃多两本书,是吧? 就会更加给他的颜色革命,是蛊惑的,是吧? 当然,陶先生,我也同意的,这是个人的感觉 其实美联社记者还有其他黎生的生活肉中相 我们看看第一张,两位懲教署也是帮着黎生 应该是出来放的,但是黎生当时的穿 就没有拿着一本书,拿着好像类似的毛巾 可能是出去动一下,怕抹汗,穿着短褲 有个懲教署的职员,左边那位,用手指指前方 就好像叫黎生向前走,走那边 这张照片刚刚正正是刚才那张照片的对比 第二天来的,另一次来的 对,另一次来的 黎生没有昂首阔步 但是呢,问题是哪里呢? 就是程教署职员的手指指 虽然这个指是一种,我觉得很正常的 只是指示方向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一样东西 就是你这样去拍到我们的程教署职员 那么威风的指示 又威风? 又不行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就好像拍到肉中里面 就是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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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幅可能因为这样又不行了 好了,还有一幅 不妨看看 就是两边那些铁丝网 接着夹着黎生没有穿上衣 可能太容易了 就打大尺 这样 在放风 是的 那这幅相又不行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很明显,你看一下 那些这样的铁丝网 扎着黎生的身体 他一个人在暴晒之下 一个独自上路 正正是刚才你所说 有一种殉难的感觉给我 那个人 又不行了 是吧 其实做什么都不行 你拍什么都会觉得不舒服 我更加觉得美联社这三张相片没有问题 好了,说回你刚才的第二张相片 那个程教署人员手指 我觉得这个手指这个姿态毫无威吓性 也没有政治意味 就是好像你进戏院拿着票 里面烏灯黑火 那个大委员也是这样指的 不过大委员多个电筒而已 他用电筒是不是射着路 怕你跌倒的 还有你进一间酒家 那些女资客 在门口大堂 长头发穿旗袍那些 往往都是伸手这样指 哪个订了多少位 父老先生 今晚又要约李老板 订了 在那边贵宾厅 过来这边也是这样指的 他指的是伸开手臂 指着前面 我同意 他的手指不是指着黎智英的额头 他不是手指指在欲骂黎智英先生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至于第三章 你说他在中间走这条路 这张照片我放大 看到黎智英确实的表情 是有点点愁眉苦面的 美联社没有解读 是大公报 我们看看他的报道 他马上采用了美联社的相片 首先 如果美联社这位法国记者拍这几张照片 是不对的 为什么大公报要采用呢 还有大公报怎么解读呢 你看看黎智英欲中赤薄放风 新型销售 韦美不振 那就好了 那大公报的标题就是说 这些就是反中暖港头目的下场 拍到相片看到没有 是吧 随大赤勒 没有了尊严 新型销售 以前叫做肥佬 现在韦美不振 那这个标题 就是把美联社这三张照片 是吧 是公租全香港 包括给下一代中学生 这些就是你搞事的下场 那美联社这三张照片 是有助于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正面宣传的 是吧 那他拍了相片就是立功 他有什么问题 表面上是 我又有反问 有表面 为什么大公文匯选用这两张 不选用刚才我们第一张 如果用逻辑去说 我当他们的理解 这两幅正 拍到黎生 毁美不振 身形消瘦 那个样子 在肉中受苦 正中下怀 这些对小粉红来说 很兴奋 我不管西方怎么想 但是他没有选择我们刚才评述的第一张 我认为他昂首阔布拿着本书那张 这个已经代表了大公文匯不满意第一张了 是吗 即是说美联社记者就算拿了两个credit 中了两个红心 但是他第一张想拿了东西 所以罪名就是这样 对不对 大公报没有用到第一张 他的动机可能是蝙蝠所限 还有我们再看第一张 再去幻灯片 你看回第一张黎智英的脚 都是香鸡脚的 都一样是新型消瘦 虽然没有赤膊 有种书卷器 和那种淡定 没有刚才我们说的第二张 被人指的时候那种头哒哒 即是你认为大公报的共产党编辑 就觉得第一张有问题 是的 拍得黎智英是太风尘朴朴 有知识分子欺账 对不对 没错 但是第二张和第三张 大公报的采用 就是拍得对 对 那三张加起来都是2比1 对不对 你经常教我们共产党 你做99件事对 有一件事做得不对 你前面的99件事 你都不算的 不不不 如果不算的话 好了 第二天现在你将美联社 这个摄影记者的奇才 不让他进入 如果黎智英 接着那三四个月 在监狱里被传有什么冬瓜豆腐 你又要押送他出来 那你到那时候叫文汇大公爬上树那里对面拍摄 对不对 那你文汇大公的摄影记者 有别人美联社路透社这样的国际专业地位吗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拿过多少普立之掌 对不对 到时候你香港的华文报纸 明报啊信报啊 你叫他拍摄啊拍摄啊 外面说他死了他还没死 你拍摄了之后 那些中文报纸的记者 在世界上有什么地位 那是美联社那三张摊摊声 美联社三张摊摊声 现在香港和世界上对你 香港这个叫敌意为了偏见 到时候西方外国势力也不相信 你那三张摊摊 美联社相信的嘛 是美国拍摄的嘛 拍摄美国佬拍到他赤薄放风 身形销售毁美不振就好了 是不是啊 理论上黎生这些摊摊 就不是美联社记者应该去拍摄的 应该是大公文会拍摄的嘛 你不就天天在那里报它 如何销售和身形销售 你拍摄完之后 就天天登大公文会都可以了 其实不用假借美联社记者那张摊摊 来说这件事 好了 我去一百步 我不管那棵树还是山 美联社能上去的 大公文会的记者都能上去 为什么你又不拍摄呢 这些事情应该是大公文会 爱国报章去做 那这些我一向都说 中国人啊 是宋美 暖英 乃西 是有他们的理由 因为只有美联社拍到 你们这些黄口黄面的拍不到嘛 或者程教署 故意放一网给一个西人 一个白人记者 拍不给你这些人拍的嘛 我怎么知道啊 你说得对啊 你不觉得丑吗 你身为香港人 香港是你自己的地头 为什么你拍不到独家照 要给白人一个法国美联记者拍到呢 对不对 这个世界我一向都说有高级有低等 这是另一件事 就是我只是说这三张照片 既然大公报用了两张 是美联社这个法国记者亲自拍的 而且大公报用了这两张 是用来做政治反面宣传 就是告诉你 让你看看她现在的老婆样 让你们这些人知道 还敢不敢游行示威 对不对 就是说美联社是对于 中国和香港现在这一种 针对2019和2020年黎智英先生 有份被控的那场风暴的宣传 是有正面的贡献 对不对 所以连美联社在美国的总部都说 对于这个记者的工作 他们感到骄傲 感到骄傲 然后你说不让他入境 哦 这样啊 这个记者就回去华盛顿 报给美国国会听 现在在审查中 那二十多三十条法例 对不对 现在经贸版 在美国那几个 现在凍过水 对不对 到时那些经贸版本来 都不是百分之百要针你仓的 你这件事 美联社记者回去再扣告状 对不对 就针硬你了 就是我们上两集说 那个美国律师 本来在2019年那次 是吧 就是说制止一名便衣警探 去嘔打 一个抗议的学生 然后那个律师被你抓了 不知道找了十多人 还是两个月 放出来的美国人回去 这个美国人回去就报仇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跟你做了一个香港成为 这个中国是出口去俄罗斯 敏感物资和兼分泰尼 那些材料用品的长寸报告 现在美国国会拿着这个报告 便落你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服你那些IQ高到无论 是吧 这个今天我们讲一个很普通的上色逻辑问题 还有就是问这个美联社记者到底犯了什么犯 他不但没有犯法 他对你香港特区和大公报有功 是吧 那你现在说不让他入境 他回去美国 一定是吧 走去告状 到时你香港呢 过了几个月 你得到什么美国人的处理和法落 你就不要赖天赖地 你就不要有强烈的谴责 换火自焚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这样对你美国没有好处 这些东西你就收钉都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了 是吧 圆打圆崖 你自己选择的 这个拒绝了这么多记者 NGO的人士 国际记者协会的人 这些全部你要付出代价 对 所以我经常都说 这个你要和西方美国脱钩 是香港特区你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我们自己也叫求人得人 就是这样 所以唯有恭喜香港特区 但又打了一场漂亮的仗 是令到你和美国脱钩 正式脱钩又走近了一步 好吗 我们正面一点点 表扬一下他 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 在这个网络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样可以 是苦陷世界的一个风云谷 风云谷两岁了 我们的订阅人数 已经向着40万进发 有这么叫人的成绩 传来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为了令我们有更充足的资源 做更充足的资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后都能够继续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们呼吁大家帮下手 以行动支持我们 利用超级系列打赏 以及加入会员专属频道 风云汇 白青德肖美琴 当选 这是美国暗松一口气 最容易见到的结果 共产党和国民党 都是同一个列宁的祖宗 肥妈是一个蓝丝的无知 群众的一个非常之杰出的代表人物 特区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蓝丝 在那里抗拒 有没有让我看错 判就个个都会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来 是会有转机 张武诚的花名叫做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做丁佬 这种性格我们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难以理解的 这些叫偏偏我这样吹 是否觉得和黎智和梁振一某种类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车 接着和旁边那几个社长组 刚才听到茶三说什么 照他相反的去做 苹果是不会有连载小说的 所以他没有小说的 很多年前他告诉我 对啊 我是给他统战 那我有统战的价值 吹什么 他觉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连林作如果都关了 所以林作出来 他妈妈押着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电话呢 未来应该是陈国基和邓炳强 这两位人才之争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成千人 这个后面他的师傅叶国华 就是在做一个秦代女不韦的角色 这个很明显的 奇惑可居 那时候确实是想捧沈旭辉出来的 这个叫梁文道 蔡东豪叫我在香港电脑过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顶 我一个怎么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呢 蛮分瓦戒 有一个叫刘世良 接着刘世良 就跟着沈旭暉 叶任聪 梁启志 朗天 这班人我不认 梁启志未到 王蔚伦 是王蔚伦 这班全部叫青年社会科学才俊 这人是很不信我 在牛津的时候 他受了左胶污染 我不认他 这个也是一个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 准备培养为转世灵童的对象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 就可以即时按加入封文会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来的日子 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说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怀着一点的乐观 终于 我们都会见到光明的前路 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 两年以来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 banda provided by